为什么不能无限制印钞票,来说说基本的逻辑,一,本国货币非国际通用货币,如果货币不是国际的通用货币,那么在国际结算时就会遇到许多限制,比如进口大宗商品必须用美元,或者在俄罗斯,用卢博或欧元买石油多一些,这样的话说明市场上对于本国货币的需求没那么多。 这时候你印那么多钱的话,供给加大,需求很少,自然货币就会贬值,一旦贬值的话,购买力就下降,更谈不上什么进口国外资源了。 二,发行货币的速度要与经济发展相匹配,比如原先市场上有一万辆汽车,货币总量是十亿,那么每辆车的价格就是十万,现在市场成熟了,发展到一亿辆汽车。 而此时货币总量到了二十万里,此时汽车的价格那就是二十万了,这个例子可能不一定准确,但市场中的财富确实是要与之体量相匹配的货币来消化。 一旦偷者数量大于前者,就会引发通胀,货币的购买力就会大大折扣。 三,货币是国家信用的象征,货币其本身就是一张纸,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,其存在的意义,只是一种致富媒介,来肯定社会商品的价值和劳动。 现在货币超发了,这个信用就会被打破,因此衡量商品价值和劳动的东西就不存在了。 这样劳动就没有了意义,自然生产出的商品也就没有交换价值。 信用被打破,东西没人买,企业停滞,导致大量失业,后果很严重。 四,货币,无限制发行等于无限制贷款,国家想要进行大量基建,或者投资,通常都不会直接财政拨款,而往往是通过发展来完成。 为什么?难道财政没钱吗?央行不能印钞吗? 不一定,因为基建可以作为盘货资本的一种手段。 比如像你间发行器人路线设债,就相当于引入民营资本,进入国家基建项目。 也或是贷款基建,地方政府可以缓解在时的财政压力。 银行在后续的还款中,也能得到长期的现金流。 而一旦无限制的发行货币,说明政府在无限制贷款,因此债务也在无限制增加。 一旦到了零节点,债务危机便爆发了。 如果你觉得文章很棒,对你有帮助,可以关注作者的小白独裁经。 订阅更多费优质推广。 我们不追求高大上,只有普通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大白话。 让你学财经,懂理财,跟着小白独裁经。 财经从此SO EASY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